挥笔龙舌舞,春席气象声 每逢农历春节前夕,香港上环文武庙附近的街头 迎风飘扬着许多首写春联,平天急需喜庆 在写春联的档口中,一位老人家最引人注目 他就是人称天书的94岁老人,严敬天 近60年来,天书风雨不改,坚持年年春节期间在这里写春联 春联在粤语里被称为灰春,天书应该是如今香港年纪最大的灰春师傅了 自研家境贫困的天书,七岁开始跟随当中医的干爹学书法 年纪很小的他已写得一首令人赞叹的毛笔字 经历过二战和战后生活艰苦的磨难,天书考取了艳光师牌照 1962年开始在上环经营天际眼镜店售卖眼镜 并在春节前夕两个月兼职写春联,一直写到年三十晚上 岁月变迁,随着上环街道的重新规划 天际眼镜店早已停业,只剩下一间堆满旧物件的小屋 天书的家也搬到新界葵青区 但天书仍然保持春节前每天跨海坐车来写春联的习惯 他表示只要自己能走得动,就会来写 写春联使他毕生的爱好 不辛苦的,写得很快乐的,有乐趣不累的,不记住的 你见过有没有累的,最后有精神,没有精神,什么都不行 走得走得做得终于做那样那样 年底有很多人找我写字 所以你学到自己有个技能,写到给人就开心 人拿到你又开心 严敬天写的字刚进有力,潇洒流畅,学妙入神,力透止背 运笔由细变粗,再由粗变细而间,竟显舒缓美感 同时手能保持丝毫不抖 他表示写毛笔字可以保留中国传统 中国不同朝代的字体都有所不同 毛笔字根底正是中国字的根基 春春每年,中国人的千几年来,那个习族都是这样的 找人写,写威春的,家就少了,以前很多的 找个桌子,通街都是这样的 中国文化很有价值的 自己中国人才知道,你鬼佬写草书草书是那些字 中国人有很多种字体,你看我写,有很多种字体 有帝书,有八矮,有草书,有行书 虽然春联印刷品只卖十港元左右 天书书写的春联动辄一幅接近三百港元 但很多老街坊还是会大老远地跑来找他写 他们表示欣赏天树的认真和坚持 甚至许多外国人都会来光顾生意 严敬天认为,人手亲笔写灰春,非一般印刷品可媲美 他既有浓浓的人情事故,又留住了沧桑岁月 温五秒前,天书档口的墙面上布满招财劲 加肥乌润的春联,一派喜喜洋洋的景象 天书大半生,跟几平米的档口相依为命 每天的生活只有开档和回家 但他性格开朗,乐天 他坦言,如今香港专职手写春联的艺人已经极少了 未来他希望能找到徒弟,将这门记忆传承下去 现在就 Anyway,很晚了 雨下,雨下,雨下 你遵徒